天文大潮讓海平面高升 海水整個漫過岸邊堤防 波浪不斷拍打上岸 海水倒灌 讓路面積水 淹到腳踝高度 靠天吃飯的攤販好無奈 這裡是高雄其境公有市場 雖然週一市場修飾 許多攤販沒有營業 但也有不少店家提早用磚塊 直接把冰箱架高 還有水果攤老闆 因為積水大約1到20公分升 直接赤腳泡在水裡 水利局出動抽水機 積水情況也漸漸趨緩 水市大約一個小時後 就逐漸消散 不過同樣海水倒灌的積水情況 也發生在屏東東港 倒灌的海水不斷從水溝冒出 路口立刻變成一片汪洋 車子經過像在玩水上摩托車 濺起了大片水花 因為海水帶有鹽分 所以車子開過 都小心翼翼的放慢速度 但還是有不幸的車主 引擎故障卡在路上 東港在早上7點53分滿潮 直到8點多水位最高 大約淹到了成年人的小腿度 水市將近三個小時才漸漸消退 受到引力影響 年年都有這種年度大潮 西南部沿海滴挖地區 時常淹水 今年從20號開始 持續到24號 雖然大潮沒有往年來的凶猛 但颱風持續逼近 就怕外圍環流 加上西南季風帶來的雨勢 讓整個情況更加嚴重